《非诚勿扰》这部电影当中 当葛游饰演了男主角第三次相亲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性冷淡的女人 提出一年只能亲热一次的要求 葛游听完之后再也没有兴趣进一步了解 就心心地离开了 可见男人对于女人的身体的渴望 几乎是不能被泯灭的 在现代婚姻当中更是如此 其实婚姻破裂的原因大体上都有四种 要么性格不合 要么三观不合 要么地位差异太大 要不然就是性生活不和谐 让人们不可理解的事情 最后一条是离婚率最高的一条 性生活不和谐 夫妻离婚的原因竟然占到了60% 很多东方女性可能受到一些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 觉得女人对那方面表现得太热情 会比较羞耻 是坏女人 其实恰恰相反 男人对于床上热情是火的女人 永远是无法抗拒的 可能这也是自古男人留恋烟花藏水的原因吧 其实性和我们吃饭 睡觉是统统正要和统统平等的 没有任何值得大惊小怪或者羞耻的 有几种对性很偏颇的理解 对婚姻生活会造成很大的坏处 其实性生活上男人可能喜欢女人更直接的表达方式 女人若想要拴住男人的心需要保持你持久的性魅力 女人可以通过性感的肢体语言告诉丈夫你的需求 男人多半存有性幻想 在方式上总想推陈出心 你要和他一起探讨并进行实践 这样虽然你们结婚已经好多年 但是对于男人来说 你却依然充满魅力和激情 女人应该多赞美丈夫在那方面的才能 比如赞美她威猛强壮等 当你这样说 相信男人一定会更加自信 从而更加爱你 对于男人来说 都觉得保持强有力的形象 让自己的女人很快乐 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 如果女人在那方面打击她 拒绝她 男人会有深深的挫败感 甚至会在你面前抬不起头 又怎么会去爱你 怜惜你了 长此以往 可能等待女人的 就是男人的出轨 婚姻的破碎 所以女人要记住 抓住男人的下半身 就等于抓住男人的一大半 男人无欢不爱